1990年时,全世界黑人占比为7% 到了2019年,这一数字提升到了10% 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黑种人数量迅速提高 且广泛分布于全世界大多数国家 提到最早的黑人移民,我们都会想到大航海时代的奴隶贸易 其实早在2000年前,阿拉伯人就开始将黑人带离非洲大陆 美国也曾在1816年,以成立自由黑人家园为由 将美洲黑人反向移民送回非洲 到了现代社会,黑人们又疯狂移民欧洲 连黑人议员都在议会上宣称欧洲不属于白人 黑人移民史比你想象的更夸张 在开始黑人移民史之前,我们需要弄清楚一个问题 什么是黑色人种? 18世纪,德国解剖学家布鲁文巴赫 根据颅骨测量结果,将人类分为五大人种 高加索人种,蒙古人种,尼格罗人种,马来西亚人种和亚美利加人种 1946年,美国人类学家胡顿新提出了人种分类法,并沿用至今 即使我们所熟知的三大人种,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 其中将黑色人种分为两大支系 一支是我们所熟知的非洲黑人 另一支则是分布在大洋洲,南亚及东南亚等地的土著居民 黑人移民的原因可以简单地分为被迫移民和主动移民两种 其中被迫移民特指奴隶贸易导致的人口迁移 最早的黑人奴隶贸易要追溯到2000年前 阿拉伯人在半岛上放骆驼,种椰草 贫苦的生活让他们常常依靠互相掠夺为生 一部分阿拉伯人选择外出闯荡 在见识了欧亚大陆强入大汉,罗马和安息这样的帝国之后 只好把目光投向了较为落后的非洲大陆 在那个生产力落后的年代 每个国家都会遇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于是这些阿拉伯商人干脆动起了贩卖人口的心思 闯进黑人村庄,将财宝洗劫一空 并将村民绑成一列 最强壮的奴隶会被卖往罗马经济场 其余的则卖给波斯人干活 到了阿拉伯帝国时期 阿拉伯人对黑人的奴隶贸易达到高潮 正规的积民部队挑选非洲人集会的日子 突袭即逝,大肆屠杀,并当地人屈从 每抓一名奴隶,至少就有四个本地人丧生 他们还用钱买同一些非洲部族的酋长 规定定期上交一定数额奴隶 在这期间,阿拉伯人从非洲抓捕了1300万奴隶 其中大部分流往欧洲 还有一少部分流向大唐 根据史书及现存雕塑古化研究 唐朝确实生活着大量黑人 一种是丝绸之路而来的非洲黑人 体型高大 长安城里显贵人家在游街时 常常在身后带着两个强壮的黑人大汉来显示身份 还有另一种来自南亚海岛的瘦小黑人 水性好,入水眼不窄 在广州一带,作为水手和渔夫的助手 也就是今天东南亚地区的尼格利陀人 他们究竟是属于黑种人还是宗种人 在学术界仍有争议 但在唐代,两种都被称为昆奴奴 唐末时期,国力衰退 在广州一带,生活到阿拉伯和波斯富商 饲养大量昆奴奴雇佣军 兵命令这支军队起兵作乱 直到数十年后,才被号称人徒的皇朝物理超度了 既然欧亚大陆古代就有那么多黑人 为什么却看不到他们的后代 首先,阿拉伯人生活在贫瘠地区 奴隶数量一旦庞大起来 就会形成人口负担 还会有战乱的隐患 例如公元869年 伊拉克地区就发生了赞集大体议 波斯级传教士号召黑人劳工们团结起来 反抗压迫 巅峰时期,壮大到了30万人 直接威胁到了阿拉伯帝国的统治 阿拉伯派兵血腥镇压 使得欧亚大陆黑人数量锐减 另外,阿拉伯商人自古在外贸易 许多富商家的妻小都由黑人家丁照料 为了家庭和睦 奴隶主们采取了最极端的手段 阉割 因此,古代被贩卖的黑人奴隶 大多遭受了这样的酷刑 到了奥斯曼帝国时期 更是有一位黑人 做到了首席大太监 偏爱在家中眷眼白人为奴仆 总的来说 我们看不到古代欧亚大陆黑人移民的后代 主要是因为这些被贩卖的黑人奴隶 能够通婚生子的极少 经过多代繁衍 也很难再看到黑色人种的体貌特征了 而今天 除了非洲以外的黑色人种 大多都是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移民后代 1441年 葡萄牙探险队在布朗角截掠了十名黑人 写下了近代奴隶贸易的开端 随后 西班牙人开辟美洲大陆 企图奴役当地的印第安人 但这些原住民战略力爆棚 又宁死不屈 而且不擅长种植甘蔗咖啡等能作物 于是 这些没有利用价值的原住民 很快就被殖民者用火枪 酒精和疾病打垮了 与此同时 殖民者们也从非洲带来了大量的黑人奴隶 他们发现这些黑人干起活来 一个能顶四个印第安人 而且更适合种植热带作物 在利益的驱使下 西方奴隶主们 争先前往非洲 抓捕奴隶 然后贩卖到美洲 再将狼姆酒和黄金运回欧洲 摇身一变 成为了举止高雅的绅士 根据BBC网站给出的数据 在公元1500到1800年间 大约有200万黑人死于航运途中 而这一数据 在唯一上记录为航运死亡1000万人 你认为哪个数据更准确 或是有其他答案 可以打在公平上 美国独立后 英国失去了大片殖民地 在奴隶贸易中 得到的好处也越来越少 他们变化身为正义使者 高调地发起了废奴运动 烈人发指的是 反动声音最大的 居然是非洲各部落的黑人酋长 他们愤怒地表示 一个强壮的黑人奴隶 价值30英镑 猫希望叼着老鼠死去 而我希望叼着奴隶死去 在英国停止奴隶贸易后 美国为了解决庞大的劳力需求 出台了鼓励黑人生育的政策 如果一名黑人女性 生育10个孩子以上 将有机会恢复自由人身份 这也令北美黑人数量 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 激增了8倍 19世纪 美国南方实行 种植园黑人奴隶制 而北方则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双方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 北方就打着民主和人权的旗号 要求南方废除黑人奴隶制 但同时 一些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 也看到了废奴运动存在的问题 如果废除了黑人奴隶制 未来该如何安置获得自由的黑人 经过激烈的讨论 他们达成共识 就是将黑人再送回非洲 这开启了近代黑人主动移民的先河 在计划的实验阶段 美国人在西非霸占了一片 一百平方公里的土地 并运送了三百名黑人志愿者来到这里 为其命名自由黑人家园 这里不但土地肥沃 还盛产木材 黄金石油和钻石 黑人们感慨自己从地狱来到了天堂 美国各州也纷纷效仿 越来越多的黑人来到了这里 1847年 这片土地上的美国黑人 已经发展到了上百万的规模 他们联合起来宣布建立利比里亚共和国 利比里亚融合了美国黑人和当地黑人后 完美打造出了一个非洲版的山寨美国 连选举制度和宪法都是照抄的 但规定选举极限于美国黑人 本地黑人不但不能参政 连投票权都没有 在美国的支持下 利比里亚不断扩张领土 甚至夺取了大量英法殖民地 一度成为非洲灯塔 好日子没过多久 南北战争结束后 自由黑人家园计划被迫终止 美国也将武装力量撤出了利比里亚 没有了武装力量的保护 在很短的时间里 利比里亚扩张的领土就缩减到了百之六十 不懂经济不懂治国的美国黑人 只想搞钱 经济上靠出卖矿藏 出口咖啡 甘蔗等低端产品 财政上靠向西方发达国家的财团贷款 以海关等国家利益做抵押 他们将橡胶林卖给国外橡胶公司 仅拿到了百分之一的出口税 就令他们欣喜若狂 这里没有地震 没有飓风 只有绿洲和矿产 他们把天堂变成了地狱 GDP全球倒数 失业率也全球领先 说到现代社会的黑人移民 那法国就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还要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说起 一战时 法国死伤五百万人 在当时 全法国的人口也仅有五千多万 且损失大多都是年轻力壮的劳动力 二战时 法国很快投降 但在非洲 法国还有大片的殖民地 自由法国的领导人戴高乐 就将首都迁到了非洲的阿尔基尔 在非洲 组建起了一支 以黑人为主的自由法国军队 到了1944年 40万法国军队中 非洲黑人士兵就有30万 这些黑人士兵 不仅参加了解放意大利 法国的战斗 还参加了打败德国的几次重要战役 为此牺牲了至少20万人 除应征入伍 直接作战外 还有250万非洲黑人 担任为前线服务的后勤工作 如修工路 挖战壕 搞运输等 可以这样说 法国能那么顺利地复国 并取得战后的武偿地位 这些黑人士兵功不可没 戴高乐遵守承诺 让所有法国外籍军团的士兵 拥有了法国籍 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法国并没有给予这些非洲黑人士兵 应有的公正对待 连二战胜利后的巴黎阅兵 黑人士兵都被禁止参加 二战结束后 欧洲大多数国家都开始发展经济 搞建设 需要大量劳动力 而法国劳动力又严重不足 只有需要大量外籍劳工 来到法国进行建设 在非洲54个被联合国承认的国家中 有21个都将法语定位为官方语言 还有5个国家将法语定位通用语言 由于法语在非洲超高的普及率 也对非洲影响巨大 所以黑人兄弟们务工首选就是法国 20世纪末 来自非洲国家移民 占法国总接收移民的50% 也就是说 法国所接收的每两个移民中 就有一个是非洲人 这就是为什么 在巴黎街头会看到很多黑人 甚至网上还有一些谣言 声称50%的法国新生儿都是黑人 在法国收集种族数据是非法的 这些情况绝对没有这么恐怖 但法国的黑人确实非常多了 有人会问 当时的日本也接纳了几十万黑人劳工 但为什么日本的黑人很少 这就要提到两个国家不同的移民政策 黑人想要移民日本 首先必须过语言观 日语水平必须达到N3水平 想要长期生活在日本 除留学的方式以外 需要在日本工作三年以上才可以 日本也对外国人不太友好 源于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 本国98%以上的日本人都是大和民族 偏偏日本人又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 认为大和民族血统优越 表面上对你很有礼貌 但实则拒人千里之外 所有外国人想要融入日本社会都很困难 更别提加入日本国籍 而黑人兄弟们只要在法国合法工作五年 就可以获得长期居民权 而仅合法工作三年 就可以直接加入法国国籍 如果不想工作 通过结婚和同居的方式 也同样可以留在法国 不仅如此 欧洲各国拥有超高的福利待遇 不仅会给黑人提供丰厚的社会福利 在社会包容度上也超过其他地区国家 即使牺牲自己的生活环境和福利 也一定要达到政治正确 法国又是五常国里最弱的一个 不管在政治上还是资源上 都非常依赖曾经的北非殖民地 否则大国地位不保 这也决定了 法国必然要对黑人保持开放态度 不仅要在法律上不能禁止 还要在请面上多一些优待 这也使得法国黑人移民数量 只会越来越多 这毕竟让人想到 百年后 一个黑人小朋友问妈妈 我们法国的民族英雄 拿破仑 为什么会是个白人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点击关注 为你带来更多硬核故事 我是台杠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